你好 歡迎收看12月18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呂慧 氣象局持續發布低溫特報 追雪的民眾要特別注意 公路總局會依據最新的氣象情資研判 進行14甲線和歡山路段低溫達冰點以下 有下雪和路面結冰可能的時候 會進行預防性的封閉及管制 要上山的民眾還是必須注意公路總局的最新消息 低溫特報不斷發布 公路總局同時對於山區道路進行的管制 並且呼籲民眾要行駛台7甲線 台8線 台14甲線的用路人 雪季期間山區道路狀況難以掌握 如非必要請勿前往 新城分級呼籲 請用路人雪季期間山區道路路逛難以掌握 非必要夜間警務進入山區 出門前務必做好環環工作 並隨時注意車逛 避免造成身體不適而影響行車安全 並注意公路總局即時路逛系統 提供最新交通資訊 而旅行前務必備妥個人裝備 保暖衣物以及雪鏈 並關注氣象預報以及道路交通資訊 相關的道路行車資訊也請民眾隨時收聽廣播 並注意錄測可變資訊看板所顯示的交通管制訊息 民眾也可以上網查詢最新路況 在了解交通狀況之後 以利交通行車安全 記者臨結綜合報導